您看看全台湾最多据点的印度餐厅呢 有十家餐厅停的过疫情 但是却在今年初传出可能要关闭两间店了 要减少电租的压力 平衡一下外送的抽成以能够继续营业 那么事实上外送平台兴起呢 也颠覆了实体餐厅 一级占区的房东这恐怕不能够再拿窍了 专家分析越来越多店选在二级商圈 或是巷弄里头去挑点来节省电租 用香料碳烤的鸡肉串 搭配薄荷酱与大蒜美乃滋 全台最多据点的异国料理印度餐厅 共10家旗下最多60名员工 餐厅挺过疫情煎熬 2022年年初老板却预告可能要关闭两间店 都在外带的东西比较多嘛 然后就是送的东西比较多嘛 所以就是一直会扣钱啊 然后赚的那个钱越来越少 然后就是说跟事件差很多了 这个点我们都会休息还是会就是管 因为就是说但病毒会好一点 然后我们的员工也可以进来 就是我们国外的住室也可以进来 然后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心就是这样子说 我喜欢客人来我们餐厅吃饭 过去平均单店月营收有180到200万 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开始 2020年三级警戒境内用影响消费人潮 原本外送平台抽成太高 每份餐点金额平台抽35% 另外还要缴5%的营业税 如今不得不加入 马有有先关店 把国外厨师集中热门店点 减少电租压力平衡外送抽成 开店方法有转移 早期大家就喜欢开一级商全所的蛋黄区 那现在目前的话都会开蛋黄区里面的巷子或边边 所以二级的店面 那二级跟一级的店面的住金 至少落差有20%到30% 也有餐厅业者改变策略 像是这家泰式餐厅 2020年6月三级警戒 电租降低盛式开张 完全没有内用客 靠着外送平台卖便当 7月营收百分百都是外送 直到疫情解禁才又有内用收入 但兼顾外送 尽管要接受抽成 还是未来趋势 平均率大概45%到55% 就算5成好了 那五成的话你要抽走35% 就算15%了 疫情时期餐厅业者推外送便当 要是加入的是外送平台 尽管要抽成 也只得跟着内用 双管齐下 三类新闻林树前幕 尚镇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